向来非常重视为孩子选择好的学习环境 譬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孟母三千的故事 就是描述孟母为孟子选择一个好的环境来教育她的过程 那么究竟环境教育对人有什么影响呢 佛教又如何看待环境教育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经教在这个心理名词 也就是环境影响人心 影响人的成长 影响人的性格 或者是变好或者是变坏 那就变坏 那就是被环境所影响 被环境所污染 那变好呢 是受到环境的这个熏陶 而最重要是环境的教育 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向听说呢 近朱在车 近末在黑 跟红的在一起 就变成红的 跟黑的在一起 就变成黑的 就是可染性非常强 那么人的心就是容易被感染的 人的行为是从环境的感染而转变了自己 这是经常有这样的事 而且这是事实 所以这个呢 也不是坏事了 因此呢 人有可塑性 就有可染性 也有可塑性 能够变坏 也能够变好 好的 如果好的 原来本质好的 遇到好 坏的环境呢 也会变坏 如果是个本质是坏的 如果遇到好的环境呢 也可以变好 那也就是说 众生呢 可以成佛 众生呢 对于再深重啊 恶性再重大 但是呢 遇到了佛法 接受了佛法 然后修学佛法 那照着佛法去做啊 那个坏的人 也能够一地成佛 也所谓放下土刀啊 就是一个好人 所谓浪子回头啊 也就是啊 一个很好的 一个啊 这个正常的人啊 所以是在环境的 对人的关系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呢 话要掉过头来讲 在我们的心力弱的时候 是受环境的影响 心力强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能够啊 改变环境的 当我们自己在 非常脆弱的时候 应该啊 是受环境的影响啊 而教育我们 而熏陶我们 而帮助我们 当我们心力强了以后 我们自己已经呢 有相当的把握之后 或者是啊 正在啊 向着好的光明面走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能够影响环境 我们的行为也能影响环境 因为环境被我们影响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互动的 不能够老实说 我们想要找好的环境 想要找好的环境 所以这个众生呢 需要菩萨 需要佛来救济 菩萨呢 需要到众生里面去啊 来救济众生 那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啊 都是凡夫啊 可是凡夫之中 也有意志力比较不弱的 有的人呢 意志力比较坚强的 有的呢 比较愚蠢啊 不知道什么叫做好啊 是坏的 有的人呢 他弄得很清楚 已经很清楚 就晓得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 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做 什么样的话可以说 什么样的话不应该说 什么样的念头可以动 什么样的念头是不应该动 如果啊 已经有这种啊 分辨的能力的人呢 他就可以啊 以志力的这个力量 或志力的行为啊 能够影响环境啊 所以叫做 近随志力的信传 那如果志力的很脆弱啊 志力非常的 没有用 不能够把握自己 不能够啊 掌控自己 那就是啊 随风 转度 这个东风吹 他就往下西倒 西风吹 向东倒 那么仔细呢 就变成了一个墙头的草 没有主宰的一种人的话 那需要好的环境 因此呢 我们今天呢 来讲说我们今天的环境很坏 很坏 其实我们的环境啊 从来没有好过 也从来没有那么坏过 就看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看待这个环境 如果是以菩萨的心态 如果是以菩萨的心态来看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越坏呢 菩萨越有啊 找利点 能够啊 有事情可以做 因此呢 真正的菩萨是啊 到坏的环境里边去 真正想要变成菩萨 那也要在坏的环境里边呢 来出现的 因此所谓禁教 这样的事 是对于啊 一般比较脆弱的人啊 心智脆弱的人 意志力脆弱的人 需要这个环境来帮助我们 因此呢 我们正在提倡啊 几种环保 第一个 我们在提倡心灵的环保 就是我们的心 就是对人家来讲 是人家的环境 我们自己的心 对人来讲 是人家的环境 我们的心里不能够脏啊 我们的心里不能够啊 有罪恶啊 有脏有罪恶 就是污染到人家的环境 另外 我们叫礼仪环保 我们用我们的行为 礼貌 礼急 来影响他人 使得他人呢 生活在 所谓礼仪之邦的环境之中啊 自己自然而然啊 尊重人 也能够啊 提升自己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的人品就能提升 我们的人格就会高尚 我们的社会 就能够啊更 更有文化 更有文明 使得我们生活的环境呢 更安定 更安全 因为要提倡这样的一个 这个环保 我们叫做礼仪环保 或心灵环保 那么这种环保 跟一般的人讲的呀 又不大一样 这个应该就叫禁教吧 阿弥陀佛 在每一部佛经的开始呢 我们都会看到一句经文写着 如是我闻 为什么在每一部经的开头 都是这一句话呢 它又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呢 让我们恭喜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如是我闻的意思啊 如果翻成白话呢 像这样的一部经呢 当初我就是这样子听到的 像这样的一部经呢 当初就是我这样子听到的 也就是我亲自听到佛 当时啊就这样子讲的 这个叫做如是我闻 这是啊 在经典里边来讲 是取信以后的多者 就是使得以后的多者 能够啊 相信这部经是真的 因为 因为 释迦牟尼佛出发一共有四十九年 他说了很多很多的经 他说了很多很多的经 可是当他的一位啊 记忆力最强的一位弟子 叫做阿南 当他出家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成道 已经是第二十五年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很喜欢这个地址 但是呢 这个地址呢 也要求释迦牟尼佛 他说我在前面的二十五年都没有听到 的 在侍尊你说的什么 希望啊 把以前的二十五年的 奖得经呢 全部再给我讲一篇 这是一个传说 是不是啊 释迦牟尼佛啊 有这么多的时间呢 把二十五年讲的经呢 全部一律再重复一次讲给鄂南听 这个在信仰上可以接受 在事实上我想不可能 但是鄂南尊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非常好学的人 我相信他在释迦牟尼佛 前面的二十五年之中 叔叔的各种的法门 各种的经典 他又从过去的许多的大吴洛汉的弟子的口中听到了 而且这个渥南他听到以后不会再忘掉 只要一进入耳朵就不会忘 因此他就把佛一生所说的经典 全部记得清清楚 后来释迦牟尼佛尼盘了 是经过四十九年以后 释迦牟尼佛已经是八十岁 尼盘以后 因为由牟尼佛尼佛尼佛作下最老的最大的一位罗汉弟子 来叨集了五百个大吴洛汉 在一个地方叫做七一阔 那个寺院的名称叫七一阔 在那边来开了一次 就是积极三藏的大会 也可以说编审编辑 佛陀一生之中 述说的经和律和论 这些东西 统统把它重复的来 让大家审查一片 因此由谁来 由系统的把它送出来 是由渥南送出经典 由另外一位送出绿典 这个经和绿 就这样子传出来了 可是当时有个规定 就是把它送出来的时候有个规定 为了许信以后的多者 一定要是头上面加上几句话 就是如是我闻 意思佛在什么地方 有多少人一共参集了这个法会 然后呢 是讲的是什么法会 是什么人寝室不图说法的 佛是怎么说的 就这样子 这个规格就这样子 把它规定 规定以后就变成了现在的 所有经典的一种半本的定色 所以如是我闻 就是这个样子 我听到了 佛 释迦牟尼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这个什么时候 这个没有办法确定 是在什么时候 只能讲一时 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就是当时佛在什么地方 跟多少比丘 和比丘尼 以及呢 在家的居士们 还有什么大菩萨们 这些有的是菩萨 有的是罗汉 多少人呢 来听 那么由这些人读乎证明 那就是这样的经典出来了 因此这个如是我闻 这一个四个字啊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音译 就是证明啊 这个是真的 可是呢 以后的人 伪造的经典 也可以把这个 一句话加上去啊 也可以把这个 头上的这几句话 加上去啊 如果伪造的话 但是要知道 谁敢伪造 谁敢冒充啊 佛来伪造这样的经典 没有人敢 而且呢 而且呢 如果是伪造啊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 一定是外道 那一定讲的不是附近了 一看就知道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还有呢 没有人敢伪造 但是呢 也有一些呢 这个轮坛 神坛 他们呢 冒充啊 佛所法 也会啊 用这种形式 可是呢 经过 如果经过考证 历史的考证 或文字的排比 或者内容的 这个来教堪之后呢 也会发现 那些经典是假的 那些经典是伪造的 所以是呢 如是我闻啊 是一个 是一个标杆 不是啊 一句啊 什么 经文的一种什么意义 阿弥陀佛 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我们都知道 佛教徒呢 非常重视 男女有别的观念 但是在佛教的典籍中 我们也读到过 坦山大师 抱美女过河的故事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身为现代人 究竟该如何 拿捏男女之间的奋剂呢 关于所谓 抱美女过河的 那个公案呢 是这样的啊 这个坦山大师啊 他跟另外的一位 同参道友 在行脚 参方的过程之中 有一天呢 正好遇到 这个 一条河流 这个河 水满深的 也很急 天生呢 又快晚了 有一个女孩子 在河边上想要过去 但是呢 又不敢过去 当时那个地方也没有传 天生又晚了 天生又晚呢 这女孩子记得 在那边哭 这两个和尚看到了以后啊 和尚是不能碰女人的啊 他们这个两个人呢 对看了 你看我 我看你 不把她带回过去的话 这个女孩子在这边很危险 让女孩子直接爬活过去的话 也很危险 如果抱这个女孩子过去 掺那个女孩子过去 那就犯了戒 不管是背的也好 抱的也好 不管怎么样 这是犯戒 那么他们两个人对看了一下子以后呢 另外的一位和尚啊 他就卷起裤子啊 他就过河了 这个坦三坦四啊 看了以后啊 他就把这个女孩子抱起来啊 就过了河了 另外一个和尚看到这个坦三啊 抱了女孩子过河 他心里头总是 不是味道 这家人怎么可以抱个女人呢 过了河以后啊 这个坦三坦四就把那个女孩子放到 放到地下 就让女孩子走了 他们这个 这个同餐道友两个人呢 就也到他们预定的一个坡庙里面去住了 当时晚上呢 坦三大师呢 他呼呼大睡 睡得很高兴 就是另外一个和尚啊 心里头很难过 他翻过来翻过去啊 总是睡不着 他心里头觉得这个怎么搞得 我的一个同餐呢 今天抱了女人了 翻来戒了 这个罪过怎么得了 他第二天呢 这个坦三 他已经醒过来了 睡了一夜睡了蛮好 蛮舒服醒过来 就问呢 你怎么怎么搞啊 你在这里怎么没睡觉啊 他说我为你啊 痛苦死了 你怎么还睡得着啊 你要下地月呢 谭三大师就讲了一句话 哎 我把女人抱过河啊 我已经放在那里 老早放掉了 你一直到现在 你还把女人抱在心里面 也就是说 心中无邪啊 他是旧人的 把个女孩子抱过河 虽然翻来戒了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破戒啊 但是有功德啊 并没有罪过啊 就救了人啊 如果是见识不救 而想持戒持戒 这个是一个不慈悲啊 那有问题 不过问题是在于啊 这是看用心啊 是什么 因此呢 菩萨和大圣的比丘啊 是重视于 内心的警戒 可是啊 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就认为 反正是啊 只要心中无邪了 没有关系了 行为没有关系的了 这是大问题 只要问问你自己的心中啊 究竟有没有问题 另外呢 要让社会上 是不是会批评你 会这个 激险你 会怀疑你 像摊山大师抱个女孩子 过河 他就没事了 他没有什么动作啊 就是抱个女孩子抱过河 这种情形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是啊 男女之间 有一种啊 爱恋的情为 这个行为 一种情的 一种执着 那 这是很 不好的事 也必须要 小心地防止的事 不仅仅是出家人 就是在家人 有夫之夫 有夫之妇 或者是少女 或者是少男 还没有结婚以前啊 对男女的关系 还是要谨顺 要小心 否则的话 很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 男女之间的关系 不小心啊 而出了问题 甚至于说 一次做成千古恨 有很多的人呢 说英雄难过美人关 就是因为啊 对男女的问题啊 不小心啊 一下子就完蛋 现在 在美国是 性开放性自由的 一个国家 但是 克林登总统啊 就被一个 一个女子啊 缠得她痛苦不堪 可能 克林登的一个 是军事 他竞选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助手 也是因为啊 白色的新闻 也就是桃色新闻 结果一下子辞着 在我们台湾 在我们国内 在我们东方 在都会有这种问题啊 如果你是个小人物 人家不会追究你 你要出眠了 马上啊 就有人把你这个案子翻出来 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有这种行为的人呢 总有问题 所以男女总是 还是啊 要把这个界限啊 分清楚是比较安全的 保持距离 一直安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